我們來看這段 來自南韓韓聯社的畫面 可以看到住宅區的邊牆 是整面倒了下來 而且就像被轟炸過一樣 瓦砺是到處散落 甚至壓毀了 停在牆邊的五部大小車輛 這起意外是發生在 星期天晚間南韓大丘 這堵大約五公尺高的圍牆 突然倒塌 結果造成了三人受傷 另外也緊急撤離了 附近的三十位住戶 韓聯社報導 雖然圍牆倒塌 當時大丘當地沒有下雨 不過周日的大丘 其實一整個早上都有雨 可能因此讓地基鬆軟 進一步引發圍牆倒塌 此外也有當地居民表示 附近建築相當的老舊 而且圍牆牆體 原本就疑似有裂縫 也讓他們相當擔心 會進一步的倒塌 以上就是我們講庫的最新消息 主播